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仙兰 今天回家了 回来处理一下家里面的事情 关于这个 近期大家一直在网上说的事情 我呢也一直没有去说 因为 都是家里的长辈 所以说我不知道怎么去说 可能说的好与不好都会 不太妥 但是最近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发消息 说今天这条视频我想的话就是说 一定到底吧 想到哪里说哪里 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啊 然后就拍这条视频 也会最后一次 以后不会再去谈这个事情了 来我们进来说吧 这个房子的话 以前我们这个房子 路 是改 是改到这里来的啊 以前是在那边 就是说为什么改呢 就是 我刚回 刚回来的时候吧 了解到 当时有政策吧 要说符合这个政策 可以修他房子 然后这个房子的话就是 给妖宿修的啊 妖宿没有掏一分钱 然后的话 这个面积的话也是按照这个规定来修的 而且是修上盖的 我当时花了 两三万块钱 主要是里面的装修 还有家电 还有外面打这个院 外面当时是小院子 这个钱是我出的 房子大小就这么大 这个标准啊 现在的农村 我们这边的这个贫困户的标准都是 一食一听一厨一味啊 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修的 要做房子就这样子的 那就 往这边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盖的房子啊 现在盖的房子的话 当时这个房子 像我们老师平都知道是什么样的 当时这个房子的话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吧 是我们邻居的老房子啊 然后邻居 这前面是我们邻居的这个院 大子啊 下面才是我们的以前老的地方啊 后来的话就是我给他买了 买了的话就是说盖了这个房子 所以说我们这个房子占地其实也是不大 就是一百多平方 这个房子的话后面有一块地啊 这块地的话 首先第一个事实啊 这块地确实是我们二叔的 然后我们去房子确实占了一点 往后面 然后延伸了一点点 但是这个事情在东贡的时候 就跟我老爸啊 就跟二叔说了 就是我们调换一下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上面那块地 然后就给二叔了 就是换了一下 当时二叔的家里面 我也跟二叔说了 然后二叔说没事 这个一家人修房造屋啊 在农村来说 也算是一件喜事 说实话 一般人也都会支持的 所以这个房子就是占了地 然后跟二叔换了 再往这边走吧 这边的话 以前是也是我们邻居的一块地啊 一个竹林 当时就是挡在我们这个院子里面的 就是几十年啊 又是他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进出很不方便 我们那只车子是也开不进来 这个地方就是不太好近啊 又是别人的地方 后来买了之后呢 但是呢 我们从一叔那边走 已经走习惯了 所有门就开在那边了 这个买下来之后呢 就把我们老房子的地板的话 就给它拓宽了 拓宽了之后 当时我去房子的话 我也去外面看了地方 其实我是想搬出去 当时说另外去起个院子的 当时的考虑有有几点啊 第一 有一个奶奶那时候还在 然后第二一叔也在 啊 后来 据说这个修到一起 我想的话是这个大家人在一起啊 相互有个照应 这样的话房子也会显得没有那么冷清 比较热了一点 这是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来给他看这个老房子吧 这个老房子 应该是说从我 祖族这一辈开始啊 我们一个大家庭都是住在这个房子的 包括九几年盖房子的时候 这一栋 这一栋房子 九几年盖的 是我爸和二叔两个人同时建的 当时是 一人然后出了一半的钱 就是一共是八间房子吧 就是一人四间啊 一人四间 当时我们确实房子就是 我回来之后我为什么不够住呢 老爸住了一间 最开始我妹妹住楼上一间 然后奶奶住了楼下这一间 中间这一间不住人 因为在农村嘛叫这个叫做 唐武啊 就是没有住人的 所以说我们家 就是莲武和小溜 后来妹妹出嫁了 就我们就住这一间 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住妹妹那一间房子啊 然后老爸他们住这一间 我们家就没有多余的房子了 那么我们现在是说 生了小满小艺 两个小孩不知道住哪里 所以在考虑修房子 后面就这里啊 这里还有这个老房子这边 有四间房子 就是做了厨房 做了厨房 我们就是厨房在这里 这个也是后来 我老爸和二叔两兄弟嘛 所以说一直就是又是一人一半 然后钱一人一半 房子来一人两间啊 一人两间 我们有一间厨房 就多了一间 卧室 那边的话是二叔的厨房 后来说这个房子就是给妖叔住的 那时候妖叔盖房子之前就说给妖叔一间 这是二叔家的就给妖叔住 我们呢就拿一间房子出来给奶奶住 两兄弟嘛就是平分嘛这样子是吧 比较公平公正 还有我看到有网上说的是关于外墙 外墙这个的话 当然二叔也是很好的 二叔不是说大家说我做的外墙 二叔他们家占便宜了 没有占便宜 是我 跟二叔商量说 这个房子我们说老房子嘛 因为盖了这个房子 我说整个院子的风格 稍微统一一下 然后呢就是跟二叔说做了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产生清楚 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呢 还有一点我还是要澄清一下 就是说很多桌子我帮忙 给二叔这个房子刷板 这个不算帮忙啊 这个呢是二叔出了钱的 二叔是给了钱给我的 然后呢就是我们当时装修 顺便买点材料 然后工程来做 就是说 爷爷买这五点 咋不通 爷就是说啊 这个这个房子的事情 就是大家以前 我说一家里在一起嘛 就是比较 对 你来到来坐 神经也有个远子 你也知道以前这外面 是不是那个我们确实进出不方便 车子很难开的 哪是 那是 别人家的嘛 这个 对 就是别人家的竹林是吧 就是这块地就是别人家的竹林啊 就是说 他房子里的嘛 他房子就是你站了的 对 就是在那里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刚好你也在 就跟你聊一聊 说实话 我们其实跟二叔啊 跟袁维也沟通了 也沟通过 其实说 都没有 没有什么 其实 嗯 真的 本来就没得牙齿的 呀 这个 是 我我我我我跟你讲了就是如果确实说有什么不太对的地方我们可以坐下来是吧 有个老子 给你老妈回来 就是 我老妈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可以再商量一下 本来不是 哎 出来我跟我老大了 本来那儿都是同意了 已经说话了 就都十年了 你看现在 犯罪人就说得行 我就说啊 就觉得 对 本来就是 哎呦 不是还好的 你要真的啊 所以说我必须要澄清一点 很多人说 这个习惯你就是一行战 你都没有 说实话我不可能这样子 而且是自己家的人 就是我对身边的人都是这样子 不可能对自己家的人不打招呼就直接干 啊 对啊 说实话那个就太不尊重人了 所以说真的 说真的真的就是 就是尴尬的很 我觉得 反正都没它是的 反正还有家人麻烦不存在的 就是这个乌头 我也 反正也跟你爸爸跟儿子通了电话 也说了 小伯伯 都是挺好的 就是这一家人 我修在这里的初衷就是说 大家这个 一家人在一起 是吧 人定要兴慌一点 对 大家就是个伟大兴慌 这个园子的 都是家人 就是一个园子 没有关系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 是吧 一家人在一起 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好像没啥子的小伯伯 是啊 我就说 从此之后朋友们 大家这个事情就发明天 哦 万一有孩子 我们家人会做出来商量 对吧 大家就不要乱去猜了 是啊 我拍这个视频 不理解 大家不要乱去猜就了 我也把事实告诉大家 是吧 我们 确实有孩子以后 等我们等儿子回来 我们家人做的一期是吧 在系细节上都是没问题的 是吧 是吧 免得大家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划就是一个穿一个 就变了 是吧 对 一般是哎呀 他那个就是你那个 你穿东西穿是 四穿百二不明说 你都看到 哎 觉得他人的是样子的 所以说哎呀 就是真的 是的 穿了以后那个 就是四十球拍摄就 变得不是那么回事了 所以今天拍的时间就变为了 真的变为了 所以说没啥子的 是吧 这样 当然我原本来我也是 是吧 他们躺爹的 没啥子的 对啊 因为他跟我在一起 然后床子鞋这么多年了 是吧 一直在一起结束 十七岁了 对啊 都没得说事了 对 心里没有任何给他 对啊 我就是觉得 他也是没啥子的 就是哎呀 哎呀 对哎呀 但是我那个妈我也是说的 我都 好了 我们都不说了 我再说 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再说不好了 反正这个事情 我难得说 这个事情呢 就是 事情的那个 原位啊 其实和原因 包括结果 都跟大家说了 一条视频 就跟大家讲清楚 小不 这个确实是 我以后我们就不再翻篇了 小不 好吧 好了 朋友们就这样子 以后咱们就不再提了 拜拜 好